3月31号下午是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 在桃园最后一场的演出 台湾国际同济会竹苗区会员 以包车的方式 40多名会友把握机会 前来欣赏神韵的演出 让我非常感动 第二次观赏神韵演出的 国际同济会会长郭宝玉 延续着上次看神韵晚会感动的心情 赞叹演出的淋漓尽致 做得非常一个用心 不但是这个舞者的一个身高 服装 动作一致 在在地让人家非常的一个赞叹 这是每一个节目 都是非常的一个感动 没有说会有让我们有一个 一个失落低潮的那种感觉 高科技动态天目 与舞蹈动作完美的结合 让同济会区主席廖建成感到震撼 他盛赞神韵的演出是华人之光 相当相当完美 我想身为一个华人 不管是身在何方的华人 应该有机会要来观赏一下 我们这个具有中国传统美感 还有一个传承的文化 让大家以身为炎黄子孙为荣 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 在桃园五天七场的演出圆满落幕 吸引了将近八千名的观众 到场欣赏神韵的风采 接下来将前往台湾的最后一站 章话进行三场演出 以上是新唐人记者 赖红军林嘉义 在台湾桃园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